测绘工作被称作是工程项目的龙头 对精度和效率要求极高 在大连五星科技公司测绘大队长李鹏坤 精益求精勇于创新 成长为测绘行业的排头兵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李鹏坤的测绘人生 燕巢仪是海洋测绘中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 传统燕巢仪需要到现场人工投放 收取效率低成本高 李鹏坤正带领团队开展技术公关 研发出一款新型燕巢仪 不仅能够实时获取数据 还具有预报功能 成本也大幅下降 不用人为去看管它 以前你要是顾传看 费用特别大 三个自动燕巢仪费用放一次 应该是在六万左右 现在我们在成本上就节约了这么多钱 在各项测绘工程中 李鹏坤善于钻研创新 注重提高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 他参与研发申请的软件著作权达三十多项 推动测绘成果 由简单的单测工程向综合测绘发展 他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想法 解决了好多生产当中和技术难题 我们采集的数据都是海量数据 传统用国外软件处理 它需要四个小时 那咱们现在处理 用李鹏坤他们开发的一个软件 只需要十几分钟 一次测绘成果可供多方面综合利用 海洋测绘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大 李鹏坤更是公司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今年四月 李鹏坤在做大摇湾港书郡测量项目时 测绘设备突发故障 他带领团队从下午三点开始排查故障 连夜在海上作业 今年李鹏坤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 以他命名的职工创新工作室 成为公司解决技术难题的公关站 培养技术人才的孵化器 我就是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发扬这个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把测绘事业做得更好